国产悬疑剧的尺度能有多大 或许在你看了这部剧之后 将会刷新你的认知 法医其名的第一案 就在挑战观众的生理极限 小池街惊现油炸鸡爪 调查发现竟是凶手杀人烹尸 第二案更是刷新三观 湖里发现了一具无头尸 很快警方包围了现场 尸体被水泡得像个大皮球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受害者的头竟然不翼而飞 看着尸体肚子上缝合的伤口 见习法医李大宝提出一个假设 我靠 这也太变态了吧 前面摸了摸尸体的肚子 肚子里不但没有死者的头颅 甚至就连器官都被凶手摘得一干而净 却而代之的是一块块石灰石 满满当当地塞满了整个腹部 一般而言 分尸案的凶手通常不会将尸体和头部 刨在同一个地方 主要是为了隐藏受害者的身份信息 而湖里的鱼类 总是会优先吃掉死者尸体上的指纹 头颅和指纹 这些能够证明死者信息的关键证据全都没有 如果换做一般的法医 工作似乎难以继续 但对于法医秦明来讲 尸体就是最好的证据 秦明发现死者的手指少了一截 而且死者身上有很多陈旧的刀伤 腿伤甚至在肩膀上 还有一个严重的错位 应该是在警察抓人时 嫌疑犯激烈反抗后才形成的特殊错位 因为在警察抓人的时候 有个特殊的动作 就是把人按在地上之后 将嫌疑人的肩膀往后背 这种伤独一无二 说明死者很有可能是警局的常客 打开尸体的腹枪之后 死者的器官完全被掏空 却而代之的是一块块建筑工地上 最常见的石灰石 凶手这样做大概率是为了沉尸 但凶手杀人时 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 所以其命让队长林涛 可以去附近的建筑工地看看 有没有和死者体内石灰石 质地一样的建筑材料 并且留意附近建筑工地的失踪人员 一番查找之后 林涛和大宝还真就在一个建筑工地上 找到了一模一样的石灰石 并且根据工地上的工人描述 他们工地上还真有一个包工头失踪了 包工头叫郭立强 失踪了有半个多月 并且左手食指残缺 确定死者信息后 警方开始从郭立强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 这才发现 郭立强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 他本人士度成性 脾气火爆 仇人更是数不胜数 甚至妻子都难以忍受他的火爆脾气 选择与他离了婚 在听了郭立强的死讯后 前期只是说罪有应得 脸上没有任何悲伤的情绪 原来在这几年间 郭立强打架伤人 适度成性 还欠了巨额的赌债 都是他的哥哥郭立强一直在帮他 郭立强是一个富商 虽然腿部有残疾 但始终坚持公益事业 和弟弟郭立强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当秦铭见到哥哥郭立强的时候 他明显感觉到 活中惊陷无头失 腹中的器官离席消失 林涛队长终于确定了死者信息 包工头郭立强 但令警方感到奇怪的是 郭立强生前的办公室内 居然提取不到任何指纹 这就说明有人仔细清理过 很有可能郭立强的办公室 就是第一杀人现场 而根据工友们的描述 最有可能成为凶手的 是一个叫赵元的工人的妻子 不久前又被脚手架倒塌 赵元被脚手架砸中腿部 落下了终身残疾 赵元的妻子找郭立强要赔偿 但郭立强却一拖再拖 始终不愿意拿钱 赵元的妻子无奈之下 在工地上用红油漆写下学字 宣泄心中的不满 而当秦明找到赵元的妻子询问时 赵元妻子却说 自己在找郭立强讨要赔偿无果之后 听到工友说 郭立强的哥哥人不错 他就去找了郭立妇 郭立妇给了赵元妻子一笔钱后 赵元妻子便带着孩子搬家了 如此看来 赵元妻子的动机根本不成立 另一边 大宝找到了郭立强之间的小弟阿莱 询问郭立强断职的原因 而阿莱却说 郭立强好赌成性 在欠下了一大笔赌债之后 为了借饮 自己砍下了手指 如果要问谁最有可能杀了郭立强 阿莱说只有黑八 黑八管理着一个地下赌场 郭立强欠了黑八一大笔钱 黑八很有可能因此杀人 只不过 警方找到黑八时 才发现这个外表凶悍的赌场管理人 其实怂的一批 在警察面前甚至都不敢大声讲话 根据黑八的描述 郭立强确实欠了他一笔钱 但这笔钱 他的哥哥郭立强已经还给他了 自己根本就没有理由杀人 又是郭立强 所有线索的终点都指向了他的哥哥 此时 秦明再次找到了新的线索 郭立强在死前 有被麻醉过的痕迹 并且麻醉量是普通麻醉剂量的数十倍 国产电视剧再次刷下了我的认知 你绝对想不到 湖底陈石案背后的真相 竟是如此的残酷 秦明在郭立强的死亡报告中 看到了麻醉剂的含量 按理说 麻醉剂会随着人体代谢出去 并且尸体在湖中浸泡半月 麻醉剂含量应该早就清零了 但法医依旧在尸体中 检测到了麻醉剂 这也就说明 凶手在给死者注射麻醉剂时 剂量太大 或许是想减轻死者的痛苦程度 再联系到凶手 故意将死者的器官掏空 在腹中填满石灰石 这种多余的做法 让秦明不禁联想到凶手的真正目的 将死者所有的器官掏空 也正是为了掩盖他 的真相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秦明开始调查郭立强的哥哥 郭立强的就诊记录 果然没错 郭立强患有先天心脏病 虽然有私人医生团队 但出席晚会时 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再看最近半月内的晚会记录 腿不瘸了 眼也不花了 走路都有劲了 这就是心脏移植最直接的证据 当林涛找到郭立强时 他正在照顾病床上的母亲 人都有两面性 郭立强的确是杀人凶手 但在他母亲的面前 却是一个事业有成有孝心的儿子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他谎称自己要去外地出差 经过血液的检测 郭立强的血液中 确实惨杂了郭立强的DNA 真相就是这么残酷 为了能够活下去 郭立强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 用弟弟的心脏 换取了自己第二次生的机会 只不过真相远不止于此 根据郭立强的描述 郭立强性格火爆 烂毒成性 不但没有好好照顾母亲 甚至还会经常气得母亲住院 而郭立强不仅年轻多金 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弟弟活着就是个麻烦 让一个废人把活着的机会让累他 对于这个社会来讲 也是一件好事不是吗 但林涛却一语惊醒梦中人 此时 郭立强才得知 弟弟为了戒毒 砍下了自己的手指 郭立强这才如梦初醒 多年前 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哥哥问弟弟 长大了要干什么 弟弟只是想了想 我想挣很多很多的钱 那干什么呀 我想给你治病 时过境先 岁月改变了我们原本的模样 但唯有善良是人立足于天地之间 最基础的存在